国际组织《记者无国界》在昨天发布了新闻自由公敌的名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续第三年上榜 该组织说中国在新闻审查、自我审查、压制、新闻自由还有报道等方面 仍然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而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媒体工作者的监狱 记者无国界对于习近平的评价是否客观 我们现在通过连线要请在德国的前中国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来进行分析 常平你好 你好 是 作为一个被迫流亡海外的前中国资深媒体人 你认为这份报告客观吗 习近平连续三年榜上有名 你感到意外吗 这份报告是在一个国际日前发表的 这个国际日前要求结束针对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这样一种状况 现在我认为确实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还不是针对记者的犯罪 更重要的是针对记者的犯罪没有得到惩罚或者足够的惩罚 中国也许在某些个案上中国虽然已经非常的严重 但是可能不是全世界最严重的情况 这个在别的一些国家可能有直接的枪杀记者啊这样一些情况 但是要注意到正如报告所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国家拥有最多的人口 那么它的这个监禁或者阻老中国阻老记者阻老新闻自由的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最严重的 而且它好这个非常明确的在这个干预全球的这个新闻自由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事件 是那么长平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对记者的一些迫害没有受到了惩罚 我们注意到在今年5月份记者吴国界同时还发布了 今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的一个排行表 在180个国家里中国名列第176位 所以就你的看法在习近平未来几年的任内 中国的新闻自由有可能出现松动 还是有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打压呢 如果单看这个北京政府这一面 那毫无疑问它是会这个越来越严 但是呢情况不一定是这样 那么还要看另一面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去观察北京政府怎么做 而是观察那一面就是全球怎么应对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如果全球的政治家都去和中国做生意 只知道中国做生意那情况无疑会越来越严重 是长平你刚刚提到说全球如何来应对 很多人注意到中国政府对很多国家提供互联网控制的一些手段 记者吴国界在这一次的报告里面也提到 他说习近平政府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控制网络 我们知道习近平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网络安全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组长 可以说呢是完全来指挥对网络的审查和控制 所以未来几年我们是不是要把焦点来注意到 在互联网被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是的 互联网它的一样的地方都是跟自媒时代一样 这个它是这个专制政府特别想控制的媒体 不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 那么中共它可以收买或者吸引这个全球最先进的技术为它服务 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尽管让普通民众的交流 如果不受控制的话它更加容易了 但是受控制的话它可能这个控制更加容易了 是 长平我们继续来转换一下焦点 把镜头转向在中国在北京 我们昨天看到在北京访问的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 他呢在北京会见了包括慕容雪村胡佳 还有谢阳维权律师谢阳他的妻子陈桂秋 一共有9名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 同时他也呼吁要释放被关押的人权律师 你认为这对北京政府有可能带来任何的影响吗 我非常看到经济部长谈人权问题 在全球那个政治领域有一个错误的这个 一个说法就是经济归经济 政治归政治 人权好像和做生意没有关系 事实上这个人权状况跟生意是紧密相关的 如果中国能够这个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那么中国的市场它还是在那里 它的这个市场只会变得更好 中国的人口也在那里 那么这样一个市场对于别的国家来说 对于别的民主国家来说 只会这个变得更容易打交道 所以人权问题毫无疑问 不管从哪个方面说 它都是目前这个和中国谈贸易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长平在德国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长平